MISSION IMPOSSIBLE 有了 什么 你不知道吗 今天我们将做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季的 你说奇怪不奇怪 我是你今天的主持人 敬凯 我是Tracy 耶 我们今天的任务呢 有没有看到这三个汉堡 那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 Impossible Burger 我们的任务就是 是要把这个Impossible Burger找出来 那什么是Impossible Burger 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Impossible Burger是什么呢 它就是树类做成肉的一种汉堡 好 我直接吃了 它的口感比较像那些很家常 你在家里做的那种汉堡牌的口感 对吗 我觉得它这个比较干耶 我觉得这个比较像麦当劳的那个汉堡 这个比较一粒一粒 它那个粒比较大 什么粒比较大 这个比较好吃 你比较喜欢这个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比较熟悉的味道啊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比较熟悉的味道啊 真的耶 这是我比较熟悉的味道 可能是调味也是 但是感觉上它们的调味都差不多啊 上次我吃过这个Impossible Burger 它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完完全全跟蒸肉类一模一样的那种口感 废话不多说 废话不多说 我很想try那个第三个 这个 这什么 这个你跟我讲 那个肉一点都不像 这个午餐肉的Burger 它的Menu叫什么 这个东西 我不能问啦 OK 东景先吃 它是not bad 不是午餐肉的 你知道鱼饼吗 鱼饼汉堡 所以你是觉得是哪里一个 最可能的就是B 因为它最好吃 你知道吼 你卖的最畅销的东西 你会放多一点心思去弄 你知道吗 我觉得是A X吧 A 就是这样 嗯 随机是对的 啊 啊 啊 不可能错啊 我觉得导演组自己弄错 真的啦 现在是进海来 现在对的 站不起来 被勾到 谢谢啊你这个自己主持 等一下我这个Burger要跟着拿 这个真的很好吃 谢谢收看我们这一季的 你刷奇怪不奇怪 我们在下一季见咯 拜拜 Oh my god 怎么可爱 我的天 Yay!